我们呢一直关注 志远中学胡锡与这个同学失踪案 胡锡与同学失踪到现在已经75天了 10月14号到现在 现在12月12日多了 这有几天就跨年了 我们一直关注这个案 但是我们关注 我们是以珍惜十一礼 以善良之心 关注着胡锡与这个失踪案 我们期盼的官方早日破案 或者是有个好消息 或者是如果胡锡与失踪了 还是被害了 那么有个结果 那个事实真相啊 我们搞明白 这是我们一直关注胡锡与这个案子 但是现在呢 你关心这个案子 你就是以官方 所谓的官方就是当地公安机关的通报为准 因为这个官方破案 官方呢是全一部门 他们的通报 是千万决的 是经过这个验证的 调查的 核实的 是真的信息 那个现在这个案子 这个官方啊 一直就是没有明确的 这个通报 说这个案子立案了 这个刑事案件立案 那么现在这个案子作为刑事案件 有可能没立案 没有正式的官方消息 说预立案 有些网民的外职核 就不懂了 就拿出正义的大旗啊 特别是撞着特别那个医生正气的样 这么大的是不立案 这个 为什么 实际上我跟你说呀 如果这个案子 按照立案的条件和标准 它不予立案 但是并不等于公安机关 对这个胡锡同学失踪案 这个不问不问 不立案 也可以秘密的调查 秘密的取证 这都是公安局工作的范围的 这个内地啊 它对职能和权限 它不立案 不等于 它对这个案子不问不问 它也可以秘密的调查 秘密的取证 秘密的寻找证据 只不过这个事 它不能告你 不能跟你说 公安机关 镇破案件过程中 一切都是保密的 尤其也事实和真相 没彻底搞明白之前 它不能 把这个调查的情况 向你汇报 你也没有资格 听公安机关的汇报 所以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 不立案不等于对这个案子不问不问 不立案 这个调查取证 这个工作 仍然可以照常进行 这是一个 网上啊 最近又发布了一些信的 信的谣言 炒作 说这个老胡家啊 舅舅啊 在这个网上发表一些视频 又是呼吸鱼的妈妈 又发表了一些什么关键的证据 这个基本全是假的 因为胡锡宇的舅舅 他发那些 这个这个 那些视频那点话呀 我看了 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 你说像我这样的 发表过唯一作品啊 这个 有一定的写作基础 对那些话 我都觉得我写不出来 即便是正式从他的社交平台 发出来的 也是有人给这个 这个 操控的 说呀 胡家妈妈又发布了一段视频 又是 有确凿的证据 有重点怀疑人 这全是假的 一句话就能拱破 如果他有确凿的证据 和关键人的 这个 这个 信息和事实 为什么公安机关 查这个案 到现在起了多天 让胡家的家人 为什么不向公安机关反映呢 因为公安机关是办案部门 公安机关 负责案件的证捕 为什么这个 胡家妈妈 是胡家舅舅 把这些所谓的 这个重要的信息和线索 自己存起来 这门公安机关 那个证捕案件 这个也是说 特别积蓄一些信息 和证据 这门他家又找 还找不找 各说恰的 证据不方程 一直到现在 起日多天了 在公布 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多忙忙吗 还是逗你们 所以说 这个王法部这些 基本都是假的 是吧 胡信鱼的父母 现在这个身体 特别脆弱啊 又是 经过这次打击以后啊 他发布不出来 那些信息 或者是这个 做出那些 那些小的文章 发表那些话 那都是特别是有一定 视线 是吧 这个转移人们的方向 是吧 把这个水搅混 是吧 你仔细看啊 网上这些 也是法的这些 作品啊 视频啊 起到了这么个作用 对于这个 真正的 这个案件的震破啊 起到了一个 回水墨鱼的 没有好作用 是吧 从开始到现在 是吧 这个 有一些 也发布了一些 嫌疑人啊 和关键的 这个疑点啊 现在呢 有十多个人 都是怀疑对象 但是到现在呢 一个也没落实了 也是吗 后山啊 有一个老头啊 还有开始啊 是那 逛同老师啊 有副校长啊 这个和女同学啊 胡锡瑜这个 这个比较好的女同学 有不正当的关系啊 到后来又是校长的 这个老婆 是多家企业的 董事长 又是把这企业 是租销了 是变卖了 又是什么 人体器官 最后人又是说 司机啊 怎么怎么事 现在投案子手了 又说这个办主任 也是可疑的人 啊 最近网上又说了 有一个 有一段录音呢 所以关键人 威胁胡锡瑜了 胡妈妈已经 掌握了这个证据 是吧 掌握这个证据 赶紧到 官员机关提供啊 官员机关 对这个证据的证假 进行一些 证别和复查 是吧 那么线索和证据 有这么多 为什么各受强的 所以网上这些 胡作八扯 这些盼的 这么干的 就我看 他不是真心的 关心胡同学 他利用这个事 来进行操作 不过流量 是吧 所以说这个 迅速不正啊 居心不良 是吧 如果这么做的话 这就是给儿女啊 那个 能 结下了 这个 孽缘 是吧 你你你你 赢下的还丢了 你们就跟网上 就作草又草 你 网上啊 现在就是 你看啊 我仔细观察 这 那有个 办了个月十二天 天天有新进展 天天 案件又结尾了 天天又 狮子性的吐 一直吐到现在 七十多天 快到啥月了 现在公安 一直没有一个 明确的通报 案件到底是怎么事 是吧 呃 所以说呀 你就是这些 博主和造谣的人 是吧 这么干 这个 没有良心 伤点害理 没有什么好下场 那么按照现在 我谈到我的看法 我要 这个 干官工作几十年了 对这个 这个案子 我初步的分析 但是我也 为什么一直不索呢 因为咱们呢 没有什么证据和事实 所以索啊 咱们就不能乱索 但是我要一旦索出来 我就负责任 这个胡锡宇同学 现在是凶多吉少 是吧 这个事到现在来看 不太好 我怎么说到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事摆在了 七十多天 活不见一 死不见实 这肯定不是个好事 但其他方面 得说什么突破呀 什么可疑人呢 重点的线索呀 实质性的进展呢 还有 现在又瘦味了 那个咱们不知道 是吧 咱们也不是专注的 咱们也不是当地 如果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那就是胡作八成 是吧 那不就是这个 瞪着眼睛说小话吗 所以 对胡锡宇这个事实案 我们善良的人们 关注它 要以这个当地的官方 也就是说 当地的公安机关的 通报为准 不要 不要道听突说了 好